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跟我们解释一下乌梅肯的历史好吗 乌梅肯1947年在日本从制饶公司开始的 然后它在不断地研究生产了 世界顶级缓技术的一个健康保健品 然后从现在为止 它已经生产了一千多种不一样的保健品 然后成了保健品行业的领头养 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有了已经几百万的消费者 是一个非常常销非常受欢迎的一种保健品公司 OK所以其实很多人都知道Wumekin 也知道这个logoWumekin长得什么样子 可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Wumekin是1947年就已经成立的了 而且不只是已经成立了 它甚至已经还有上千种的保养品 几乎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可以使用到Wumekin的保健品 是 那其实这次Jennifer来是要跟我们讨论 到底酵素是什么 而酵素对人体又有什么样的贡献 先跟我们讲一下到底酵素是什么呢 Wumekin的产品有不一样的种类 它有免疫功能 还有对女性会有小孩子 还有对男士都不一样种类的产品 但是其中酵素碗是Wumekin最畅销的产品 酵素碗是巴西原森林当中的骨类 还有水果 还有在日本生产的有机的水果 还有蘑菇 还有其他海藻 还有其他素材 就是总共加起来70多种来组合 做了一个原材料 然后它是通过软水一度为基础 然后做了三次的发酵而做成的 所以这次的Wumekin的酵素碗 它是非常不一样的 它是经过三次的发酵 还有70多种的原材料 包括了在日本的有机食品 还有巴西的蘑菇 甚至是海藻 制作而成的一个Wumekin的酵素碗 是 这个就是Wumekin独特的一个缓制造 做出来的 然后就是其他的保健品公司 它的酵素碗有可能是在胶量里面 但是Wumekin的产品 只是用缓做出来 所以吃起来非常地方便 而且它的成分都是100%的原材料 所以吃起来非常地甜 而且吃起来非常地方便 不但是方便 而且是健康 因为它是一个酵素碗 它是像一个碗状的 并不是像胶囊状的 因为胶囊状 通常有时候外面还要包一层胶囊一 那胶囊一呢 也不知道它的原材料到底是哪里 所以当然消费者会有一点担心 可是还是要请教Jennifer 到底酵素是什么呢 我再给你打开一下 这个酵素碗看一下 好 从这里看 需要说完呢 就是都是用Wumekin的 只有缓制造技术做出来 然后做出了一粒一粒的形状 然后就是早晨起来之后呢 就是空腹的时候 你吃五粒到八粒的话 就是整天非常有精神 然后雪人你要不要尝一下 好啊好啊 其实看起来很像巧克力耶 因为小小弟的巧克力看起来好像非常好吃的样子 所以Jennifer是 现在您给我的手上是四粒酵素碗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一次把这四粒都吃掉吗 还是我是一粒一粒慢慢吃因为烤腸好像非常珍贵的样子 夏伦 其实呢早晨起来之后呢 吃起来的时候你吃八粒是最好 所以其实早上起来空腹吃的时候呢 最好是每天早上吃八粒 是 对不对 为什么要每天早上吃那为什么要吃八粒呢 Jennifer 就是早晨起来之后呢就是 就是销素呢是帮助人体里边的滋雷的毒素呢 是排除去的作用 所以早晨空腹起来 首先做的事情喝一杯水 然后吃销素呢就是帮助人的身体呢 就是排除体内滋雷的毒素 所以呢早晨起来吃五粒或者是八粒的销素碗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对像我的话呢就是我之前呢就在别的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每天开车都是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本来是很希望而且很喜欢做运动的人 但是呢就是每天开车这么多的时间 我都没有力气做运动了 但是呢我吃了乌美肝的销素碗之后 我今天每天都感觉很有精神 就是不感觉疲劳 就像现在一样 你的精力充沛 那个意思跟我讲很多 对对不对 所以就是乌美肝就是销素碗的功效 它可以让人消除疲劳 不要让人家觉得可以这么累 我觉得这个销素碗让我觉得我的口水一直在分泌耶 不好意思Jennifer 是吗 它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功能呢 它是不是销素加了口水之后 会有更多不同的销素可以产生在你的身体里面 反而让你可以要有更多的精力充沛啊 或是不会太疲劳的感觉 好那我跟你说一下那个销素你就吃了之后呢就是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就是说像这个销素呢就是微生物在水果还有骨类还有其他的蘑菇当中呢就是发酵了之后呢就做成了一个就是产生的是蛋白质呢就叫销素 那就是销素呢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说生命的根源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只认为销素呢就是只是帮助消化 所以我们需要销素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就销素是对人体的生成代谢当中呢就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比方说你我们需要开车我们需要电池 那就是销素呢在身体里边呢就是类似于电池作用的就是销素 没有销素的话呢吃过的东西呢就是让它转换成营养素 然后呢就是转换成能量然后呢你才可以活下去 但是呢没有销素的话那就我们吃过的东西都没有转换成营养素的 所以呢甚至呢就是我们的指甲啊头发的生长呢都是销素有参与 然后就是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然后卫生素啊甚至是水都没有销素的话呢 这些东西都是不复存在所以呢没有了销素 生命就没有了对所以其实销素啊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人体呢从头到脚不管是从头发甚至到脚指甲都需要销素 很多人都说其实人体就像一个电灯泡一样 而其实销素呢就是人体电灯泡里面这个电流 只有销素可以把所有的养分传达到人体所需要的地方 可是其实说实话人没有办法抵挡岁月 岁月会催人老人呢跟着年龄也会身体的器官慢慢衰老 当然销素也会慢慢的减少在这个情况下又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说销素呢就是人生下来之后呢我们都有很充分的销素 但是很不幸的时候我们25岁的开始呢 我们就失去我们身体里面的销素 然后呢就是老年年的销素呢就是比年轻人的销素少了30% 而且呢我们销素呢是最怕这个加热的食品 到温度130度华氏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吃过的 比方是炒的菜啊炖的菜啊还有米饭呢 其他的那个菜里面的销素都不复存在 所以我们当我们吃了之后呢就是人体的 人体呢为了把这个吃过的东西消化出来 它只能依靠我们身体里面的销素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慢慢的失去我们身体里面的销素 所以啊身体里面销素严重的不缺乏的时候 就是各种老化现象开始啊 还有就是人的免疫功能也降低啊 所以就是很多人得了慢性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 有这样的一个慢性疾病 所以你要年轻你要健康 你一定要服用销素 因为我觉得就像Jennifer讲的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人体呢它是没有办法抵挡岁月的 You know 所以人体它不管是你到什么样的年龄 从25岁开始你的头发可能就不会像这样 18岁的时候一样那样有光泽了 更后话不要再讲了 如果你到40岁的时候身体里面的销素就越来越少了 那40岁到60岁 60岁到80岁这个阶段 你的销素当然会时时刻刻的在减少当中 如果不补充销素的话皮肤会不好 头发会不好健康会不好 连身体的体力都会慢慢没有 所以可见销素对一个人的身体是有多重要的 这样一个部分 可是我还是要再讲一下 其实销素做成这样的丸 然后要做咀嚼的动作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难道销素就是这个味道吗 Jennifer 销素每个公司的销素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公司的销素 就是销素也有用动物的成分来做的销素 但是我们公司的销素都是水果 蔬菜 蘑菇 菇类 这样天然的食品来做的 所以吃起来像水果一样 酸甜酸甜这样子 真的很好吃 你看我刚刚又偷吃了一个 因为重点是可以抗老化 抗老化还可以有体力 而且又酸酸甜甜的 我觉得这真的蛮好吃的 其实Xelona 作为我一个女人 就是我的最大的愿望 就是我不想变老 我就是每天就是看了镜子之后 我感觉就是20岁的和 还有现在的我就是不一样了 就是我开始有了白的发 然后刚刚开始 刚刚我来这个校之前 就是看了镜子之后 我在想我开始这里有臭文了 所以我真的是不想变老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超能力 可以阻止我这个变老 因为老化是自然的现象 但是因为分裂了太多 40到50次之后 它已经没有功能再分裂出新的细胞 所以老的细胞堆积在你的身体里面 它就是只能是对伤害自己的身体 所以这个身体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皮肤开始 黑斑出现了老化开始 那酵素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我们补充了酵素的话 它会把这个老化的细胞 让它分解出去 然后再把给它再生新的细胞 所以吃了酵素之后 就是黑的斑会消失 脸上会有光泽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女人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最好不要有斑 然后其实你的皮肤是有光泽的 这个就是女人最漂亮的地方 所以在这一节的天下纵红谈里面 Jennifer已经告诉了我们 其实到底酵素 尤其是乌梅肯的酵素丸 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 在下一节的天下纵红谈里面 Jennifer还要告诉我们 她的亲身经验 吃了乌梅肯的酵素丸之后 到底对她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改变 让我们休息一下去一颗 乌梅肯的酵素丸 今天看了这个节目买酵素丸的观众朋友呢 我们会给你们打九色之外 我们再加上一盒消化酵素 然后再加上一瓶七天的酵素环 所以不要忘了给我们打电话